在几年前,大多数人对于中医的概念还是陌生的 多数人选择相信习一旦到了近几年 越来越多人开始学习中医 中医也逐渐被大众所接受 大家也开始有了学道的概念 学道是针灸推拿等疗法的主要师叔部位 换句话说就是反应疾病的地方 往往透过学道按摩就能舒缓一些疼痛或症状 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 如果平时就对学道按摩热敷好好地保养它 就能提高人的自愈能力预防一些疾病的产生 以下要介绍的是 俗称长寿学对永泉学极足三理学 三热生气不慎壮扬的永泉学 永泉学的取名很顾名思义 它的学艺是神经之气犹如泉源之水 由此灌溉到四肢各处 它的主要功能是散热生气 若能经常按摩热肤 便有增经易髓不慎壮扬的功效 若神经充足就能耳从目明思维敏捷 性功能强盛 若不足则可能会记忆力衰退为老线衰 主治肾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 永泉学的位置在余地二十三根 脚趾头与足根的连线之凹陷处 余摸在脚底的前三分之一处 由于此学是离心脏最远的学容易冰冷 过热浮双脚的永泉学能够趋寒保暖 带动血液活络与保暖 调和气血强健脾胃的足三理学 足三理学的学衣室 未经气血再次形成较大的气血肠 足三理学有调和气血强健脾胃 熟通经络等功能 足三理学被认为是一个强壮身心的大学 按摩有助增强免疫能力 预防和改善消化系统疾病补充益气等作用 主治水肿中风心剂等症状 足三理学位在小腿前外侧 外膝眼下方约十公分的地方 假设用手掌心对准膝盖骨五指朝下 中指的前端便是足三理学 因为热肤足三理学 还有解决失眠的作用 故又被称为强壮学 若平常能保持按摩热肤穴道的好习惯 便能使身体肠宝健康达到严年益寿的效果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